高潮富邦漢江後 洪一中率領此地便在高雄燕巢球場 隨訓操練的第三天 由貴賓來訪 中華之邦大聯盟民署長馮勝賢 前年上午特地搭乘高鐵南下 再度要請洪一中出任 六橋營奧運資格賽的國家隊友教練 昨天開完行訓會議的內行 也是要幫你透過 正式委員這邊也是 希望全體委員全力為留洪總 希望這次六橋營能夠 洪總能夠繼續再承擔下去這個責任 我代表學姓委員跟所有三位 辦協副理市長、會長、會書長 來跟洪總這邊轉達一下說 希望這次的六橋營 還是由洪總來承擔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啦 因為我的事這樣 幫他來幫去 不會不會是應該的 洪總先向洪一中保證 胡家隊的主訓 會盡量不影響洪一中在 庫方漢鄉的春訓任務 還是強調說在這段時間 跟十二橋前面一樣就是球團為主 然後到六橋營的時候 所有的這兩週就才會跟洪總不變 然後胡家隊的事件 定期了跟報告 抱歉 抱歉 為什麼我的事這樣 東奔西跑 洪聖賢表示 所有的主訓方式都按照十二橋賽模式 球教練只要專心帶領球隊就好 而且停賽期間 中止2020年賽季也已開打 湖方漢江的訓練準備 應該都有上口道 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 至於國家隊的教練團的組成 洪聖賢表示 目前中止四支球隊都表達願意全力支援 不過相關細節會再跟各隊討論 蘋果新聞網 奈德綱 胡志森 高雄到達